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洗手和泡足汤的地方 就算只是来逛一逛 也能体验到温泉的水质和温度 关于草精温泉名字的由来 大体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因为温泉水散发的硫磺臭味 被以前的人称为 也就是有臭味的水 慢慢的就演变成了现在的 而另一种说法 是在大波尔经中写有一句话 南方有名是草精汤 而草精温泉的草精 就是取自于这句话 在500年前 日本战国时代 就有不少武将会来到草精 用温泉治疗双集 而能治愈刀伤的原因 也是得益于 不易繁殖细菌的强酸性水质 而解析草精的温泉水 具有医学效用 并使其受到世界瞩目的 是一位来自德国的医师 贝尔兹博士 来到草精温泉 除了要看蒸汽环绕的汤田外 游摸咪也是值得一看的表演 草精温泉的源泉 有50到90度的高温 如果参入冷水降温 就会降低强酸性的水质 为了能不降低水质 又降温 江湖时代便出现了游摸咪 游人手拿木板 搅动温泉水来手动降温 为了统一摇动的节奏 会一边唱着民谣草精节 一边进行游摸咪 江湖時代 HoloLiam 赤commun 元auxavait 看过了传统的鱼莫咪表演 还没有从江湖风情中抽离出来 就被奶奶带去了据说很有人气 还上过电视的设计店 曼陀罗堂 排队时我还有些抗拒 感觉这都是小朋友才爱玩的 但真的玩起来 真香 用尺寸不同的塑胶玩偶作为靶子来积分 小的玩偶比较轻 基本一发就能打倒 最后合计积分还能换小礼品 是一家可以活跃大家气氛的小店 在逛温泉街的时候 还遇到了很会营销的馒头店 见人就直接往你的手中塞茶和馒头 美味しいですね 草精温泉布丁 草精温泉人气甜品 勺子很像是有莫咪的木板 选择了最基础款的香草布丁 香草和奶味都非常的浓郁 很适合泡好温泉后食用 吃了不少点心 也开胃了 正好到午饭时间 我们去了网上评价挺好的一家乔麦面店 三国家 他们家主打的是店内线模的乔麦粉 做的乔麦面 奶奶点了鸭肉南蛮乔麦面 我则是汤田温泉油渣乔乔麦面 如果喜欢面有嚼劲和口感的话 推荐是点冷面 拌面或者蘸面 西芝河园公园 位于草精温泉的西侧 婴儿得名西芝河 园内各处有大大小小的温泉涌出口 还设有之前提到的 草精温泉恩人贝尔兹博士的铜像 园内的氛围很自然 有绿荫环绕 还设有泡足汤的地方 红叶季或雪季时来 可以一边欣赏自然风景 一边泡足雨 园内还设有大型的露天温泉区域 不过去泡温泉之前 记得在官网上查一下它是不是开放哟 草精温泉的介绍就到这里啦 我们是喜欢户外和旅行的南南沐沐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赞收藏关注我们哟 我们会分享更多的户外和旅行视频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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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